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灣海洋向前行 我是鎮修科技大學方立行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是 台大地質系的沈川州沈教授 沈教授剛才跟我們講了 他如何從分析化學走到了 幾乎是全球各種各樣的歷史 甚至有些文化的研究 在這一節裡面他要為我們講 他的實驗室是如何吸引這麼多國際合作的 當然我們還是會回到地球的歷史 海洋的歷史 甚至是海洋民族相關的文化 沈教授就麻煩給你說明了 謝謝王老師 我們在研究因為台灣很小 可以做的題目其實也很多 比方說我們普通人做地震 這個就很多人在做 我做的是做過去環境變遷 材料就是海洋前海的珊瑚 還有這個雲谷海洋被踩到陸地上的石灰岩洞穴裡面的石筍 這種材料全球分布非常廣泛 台灣台灣有 但是我們做完台灣的時候 就是立足台灣人然後放遠全世界 就往全世界去做了 這樣子 那做的同時我們就結交了很多一個科學的同仁 那結識很多 那同時也有很多 國際的科學家也把那個標本 研究本寄到我們實驗室來做 我們叫做很high實驗室 大家都要保持很高的鬥志這樣子 這樣子才會愉悅快樂的工作 這樣 好 那人家幹嘛跟你合作 這樣 因為呢 我的理念是這樣子 我們做這種定年的地質系 要定石頭的年紀 我們用油土定年法 衰變 這個何種衰變 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還蠻難的 過去全世界就兩三家 我個人覺得兩三家是比較有信譽的 很有信譽到Misoda那邊 那三年之後回來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也要在台灣做這個很有 這個是 因為它可以測量從零一直到八十萬 這個很多的科學議題可以做 這是非常好的工具 於是呢 我就要在台灣創立這個實驗室 創立這個實驗室 這個跟業界一樣 就很多實驗室在競爭 坦白講是這樣子 那就是說 你賣藥我也賣藥 大家都賣藥 你憑什麼會特殊 那我們就 就有兩個 應該是三個 一個就是說 我呢 我們的服務非常好 我可以給 比如說有人寄標本給我 那我們可以把它 把標本讓它很快地做完 比方說 兩個月 三個月就做完 你看我兩個月三個月那麼久 有時候 因為這個 有好的 信譽的實驗室很少 假如你寄去的話 可能半年一年都沒有消息 那就太慘了 對於工作人 研究人來講 一年沒有 那我的計畫 不是慘了嗎 於是兩三個月這樣很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技術 弄得非常非常的精準 非常精準 於是呢 比方說我可以定 珊瑚標本年紀 所以 就是他年紀十年 正負五個月 這個就嚇死人了 這個呢 只要你能夠這麼準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 像地震台生 比方說 火山爆發這種議題 所以我們又快 然後 然後又精準 又好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對 然後我們又有 比較不錯的科學頭腦 可以一起 於是大家都 合作愉快 於是就越來越多人 把標本記到我們實驗室定 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實驗的時候呢 是這樣子 定這個油土定點很貴 那尤其是這種年輕的 年輕的科學家 我們不管是台灣 或是全球 他常常會 沒辦法資助 那我們就 免費幫他做 於是呢 就我們實驗室就 就越來越 越忙 越來越忙 因為很多人 自己來做 做完之後 就 就從事在不同地區的 不同 科學主題上面 這樣子 那 這是我們的 在整個市場上的策略 一個就是要快 第二個要準 第三個 低價或不用錢 這樣子 哇 那我東西跟你買了 你不會抖 就是有很多人 就會來我們實驗室 跟我們一起合作 還有他 好的 跨領域的科學頭腦 他剛剛自己稍微講了 現在不好意思 講第二遍 好 謝謝龐老師 這樣 啊 於是呢 我們做了這個呢 那有一個 就是 呃 大概是十年前開始吧 在那個加州理工學院 叫 Carrie Shee老師 做那個蘇門達拉群島的地震 啊 地震 地震可以用 珊瑚做 珊瑚就是一個天然 地震紀錄器 怎麼可能呢 珊瑚怎麼可能是天然紀錄器 這個做地震很可怕 有時候 潛層地震啊 有時候 防腐倒叉 人年傷亡 有時候 幾十年 幾百人 幾千年 幾萬年人 死亡一瞬間 那這個是太可怕 我們要想說 那到底 下一個超級大氣震 什麼時候會來 會引發大海嘯 會嗎 那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於是呢 通常政府就會說 你科學家你去做 做給我們了解 那科學家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說 我去 放那個GPS 定位器 現在去量 量什麼呢 就現在開始量 量未來 就慢慢量 量一個月 一年 十年慢慢量 累積資料 那累積資料 你總是量十年的話 那才十年啊 太短了 那做地質學家 就是我們 有點小聰明 我們就是往過去量 用過去量 你假如說 可以找到天然的地震紀錄器 那就好啦 那剛好就是 長在海岸邊的珊瑚 珊瑚 珊瑚有團塊狀的 那假如說 但是海岸邊 海岸邊很淺嘛 很淺 於是那珊瑚 掌個廣告 可是到水面的時候呢 海水面的時候 它沒辦法往上漲 它只往外擴 它很像一個月餅狀 平平的這樣 那它火體在旁邊 這樣子 好啦 等你突然間 地震來了 那珊瑚抬起來了 那珊瑚火體在這邊 就死掉了 那死掉 我們去定這邊的年紀 就知道說 當時什麼時候地震來 這就很容易 於是呢 我們只要定這個 然後到不同的地區去採 當然有些沒有 但有些有 像那個 東亞 東亞的東南亞這邊 有很多這種珊瑚可以用 然後我們做了蘇門達群島的南邊 總共做了三個島 做了三個島 發現說 你叫明達威群島的 做三個島 大概離五百公里 那我們做了其中一個島 發現說 它有過去七八百年 有那種 兩百年大地震走起 我們做科學的怕錯 於是做了一個島之後呢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島 看看 一樣 這真的嗎 再做一個島看看 自我懷疑 這個有時候科學就要嚴謹 那做了三個島 發現說三個島的趨勢都一樣 就說 發現說 蘇門達娜群島的南邊 蘭明達威群島那邊 從 過去八七八百年以來呢 它 兩百年就會一次大地震 大地震來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地震 它很多個地震群來 就用很多地震群來 最後一個 會很大 會產生七級八級以上的地震 現在呢 現在剛好 這很不幸 現在是處在一個大地震群 的時候 於是呢 我們預測 是我們總主持人 他現在在新加坡 我們認為呢 現在呢 是大地震群發生的時候 未來二三十年呢 會有一次很大的地震來 然後結束這一個地震群的發生 這樣子 這是比較不幸的消息 但是呢 最好是說當地那個印尼的政府 也有在做 因應的措施 就是把人民往內陸 不要太靠近海邊 這樣子 這個 所以我們地質系 雖然說做過去很老的事 有時候也做比較沒有那麼老的事 然後對於這個 民生啊 這也很有幫助 好 另外呢 那 那 東亞我們做到太平洋做了 那我們還做更遠了 做更遠去 我們從 那時間走了呢 是把 現在的珊瑚呢 也做到 古老的 海洋去了 古老海洋的這個 被抬升起來的洞穴 裡面的石純裡面 那石純一樣 就是 在洞穴裡面第一 它會 會記入過去環境變遷 那我們做最多了 嗯 就是 東亞 因為地緣關係嘛 在東亞 它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做 過去的 嗯 這個叫 颶風變化 夏季颶風變化 我們發現呢 在地球呢 有 有在最近一百萬年呢 有這個週期 那週期 每個週期都是十萬年 那這 暖期 冰期 暖期 冰期 暖期呢 通常最 最長最長就是一萬年 最長就是一萬年 冰期比較久 暖期 一萬年 那這個呢 台灣的是地處於這個 東亞季風區 那季風是怎麼變呢 我們發現說 在這個 冷期的時候 冰期的時候 季風比較弱 然後在那個 暖期的時候 就現在 現在時候 現在是 暖期的最終點了 暖期的時候呢 它季風比較強 但是呢 我們這個暖期啊 已經持續 在地球上持續 我們叫做 全新式 在這個地球上 已經持續了一萬年 已經 在過去的歷史 一百萬年以來 是跟 最長的一萬年 已經相近不遠 那終究我們要 要 要進入 進入這個 冰期 進入冰期很好啊 那不是趕快 建冰期吧 全球暖化 可是我們 我們是講的是 百年千年萬年的尺度 你假如說最近的話 最近幾十年 就是因為我們 石化燃料 就是煤啊 石油啊 天然氣啊 這種 我們使用這個 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 大氣的二氧化碳 溶度變高 從 280個PPM 百萬分之 280 然後一直變 變到現在是 突破400個PPM 這是很可怕 那未來 有沒有一天 可能 這冰會不會 溶解 因為這個 太熱了 全部溶解了 會不會這樣子 呃 我覺得是不太會 但是呢 海水面一定會再升高 那升高呢 我們剛剛預計 人家說 依照模式 可能在百年之後 會升幾公尺 這太可怕 這整個 這個太平洋 印度洋 海老國家 就整個要滅 那現在呢 已經有這種 叫做 氣候變遷難民 氣候變遷難民 就是往 澳洲 或是美國的 比較稀少人居住的州 往那邊遷徙 這樣子 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 這個 地球 比較不新的消息 因為 太熱了 太熱了 那另外一個 溫度以外 另外還有降雨 降雨 降雨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降雨 你假如說 今年熱一度 今年熱兩度 好像還好 當然啦 有些地方很熱啊 像印度那邊熱水 但是呢 你假如說今年乾旱沒有水 明年乾旱又沒有水 你整個就會名聲就瓦解 那這個呢 像是說一種 長期的乾旱事件 有沒有發生 有 在過去的歷史上 常常發生 那也常常 不是絕對 那也是常常是 過去文明消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方說 瑪雅文化 或是 這個 兩核文化 常常會跟這個 長期的乾旱有關係 那我們這個 這個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那我們就像這樣偵探一樣 就是 用去解密的 那我們就拿個洞穴中無石 那看裡面的氧同微素 去解說 過去當時的 它的 區域的降雨有多少 然後我們發現 那這個區域降雨 你發現這個有規律嗎 然後 然後過去的文明呢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呢 那 它所 這個長期的乾旱 濕潤 濕潤 這跟氣候 高尾氣候有關係嗎 還是跟 跟那個 大西洋有關係 那就是我們 地質系 做的重點 這樣子 聽 神教授在 受訪問 或者是 聽他講課好了 真的是 天南地北 但是其實 在他的研究裡面 還談到了一個 跟我們一個電影 叫做明天過後 非常類似的 情節的 一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 是發生在 菲律賓的 巴拉旺的 融洞的洞穴裡面 所以他有非常準確的 鍾鲁師的記錄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想了半天啊 決定還是下一節 讓你來聽就好了